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 迈入全新阶段 单单在前一夜 以军就出动100架次轰炸机 袭击加萨走廊 150个地面和地下目标 以国总理纳坦雅胡 也在最新谈话中表明 这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 以色列国防军也公布地面部队 推进加萨的行动画面 从周五傍晚以来 装甲兵战斗工兵和步兵 组成的联合作战部队 一直在加萨北部进行地面作战 画面显示 以色列国防军辨识并打击哈马斯的 反坦克飞弹和破级炮 催及恐怖分子的诱杀装置 坦克部队也在直升机指挥下 炮击哈马斯行动交汇点的建筑物 以军红着的火光变成加萨唯一的夜间照明 电力和通讯中断 让外界更难了解加萨内部实际的人道状况 但是死亡不是数字不能被量化 流营失所的巴勒斯坦平民越来越多 他们面对的是真实的苦难 我们家里的家庭被撕破了 6个的家庭人都被撕破了 我们什么都可以做 我们都在经历这些 加萨地区最大的医院西法 也是以色列军方指控的哈马斯总部藏尼地点 直到周五人庇护成千上万 只求安稳度过一天的加萨居民 我们不是要求水 我们是要求安全和安全 我们男人 女人 孩子 他们都被撕破了 以军写起加萨连以色列人民都看不下去 聚集街头呼吁政府停止战争 马斯克也无法坐视加萨的危机 他在X平台宣布将提供加萨 可信赖的国际援助机构 新链通讯服务 立刻引来以色列的不满 以色列通讯部长已经表明 为了保护以国地面部队的安全 将权力阻断 新链的传输 在新闻综合报道